第五十八集 货奔一声惨叫向旁边滚去 白酒趁机抡圆了胳膊又一下 砸在了货奔的脑门上 货奔的脑袋嗡的一声响 就晕了过去 白酒伸手在货奔的鼻子底下叹了叹 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只是晕过去了 白酒扔了石头喘了口粗气 转身就往回跑 妈的 这里边肯定有套 我要是说不明白 这娇皮会的人不得满天金追杀我 跟货奔这棒去说不明白 我直接找秦波如说 好歹报个信 白酒一路狂奔 跑回了得一楼 没敢走正门 直接从后门钻了进去 躲过巡逻的护院直奔后堂 这里是秦波如藏身的地方 除了货奔和秦雄 谁也不能进 白酒四周望了望 鬼鬼祟祟的推开了后堂的门 屏风后面刚才那顿酒席还没撤呢 秦波如依旧坐在桌子旁边 白酒反手关上了房门 冲着屏风后头的秦波如喊 秦当家别吃了 你儿子让人害了 我跟你说不是我干的 你想想要是我干的 我还能马不停蹄的赶来给你报信吗 所以说你可不能犯糊涂 和那货奔一样找我拼死拼活 白酒一边说着一边绕过的屏风 走到了桌子边上抬眼一看 白酒如遭雷击 秦波如也死了 和他儿子一样 天灵盖被人钉进去了一根大长钉子 我的天哪 这他娘的是个连环套啊 白酒大呼了一声跑 转身刚要往外跑 砰一声 屋子的大门被红着眼睛的霍奔撞开了 只见霍奔一瘸一拐地迈过了门槛 提着匕首冲到了屏风边上 抬手掀翻了屏风 指着白酒对秦波如说 当家的他害了少爷 突然霍奔呆住了 他发现了秦波如的异样 两眼瞬间就看到了 钉进秦波如天灵盖的那根大长钉子 霍奔一声大喊 狗才 我也是刚到啊 你误会了 白酒知道多说无意 一闪身撞破了窗子向外跑去 霍奔大喊了一声 来人呐 无数护院提着刀从外边涌了过来 白酒被围追堵截 到处乱窜 身上那包金子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白酒发现金子没了 垂胸顿足 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 一不留神竟然窜到了前厅 被一帮提刀的人堵在了灵堂前面 白酒拱着手说 我说弟兄们 有话好说都是误会 霍奔一瘸一拐地分开的人群 纸白酒喊道 误会个屁 兄弟们 杀咱们大当家的凶手就是他 他还杀了少爷 一众吊咽的宾客 被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幕彻底给惊呆了 一个个张大了嘴面面相去 我真不是 霍奔一声令下 砍死他 众刀手齐声涌上前 白酒一把捧起了香灰 逆着风一洒 掀起了一片白烟 白酒一脚登翻了供桌 上面的瓜果点心 香煮米饭洒了一地 白酒举着供桌当盾牌 趁着众人揉眼睛 发着疯似的往外跑 砍刀叮叮当当地砍在供桌上 吓着白酒胆战心惊 是寒毛捣鼠 围住他 霍奔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指挥中刀手左右包抄 压缩白酒的活动区 眼看就要将白酒合围 站在一旁的宋义看出了不妙 一跺脚抽出了潘虎臣的配枪 举起胳膊冲天开了三枪 啪啪啪 听见枪响 厂内众人一愣 各自停住了手脚 只见宋义一手举枪 一手拽住白酒 将他拽到了身后 大声地喊道 都停手 霍奔 瞧见宋义开枪 带着人顶着上来 大声地喊 宋小姐 你们管面上的人 也要结江湖梁子不长 宋义一时间语色 只能握紧了枪 挡在了白酒身前 张口说道 他是我朋友 霍奔一声大喊 他就是你相好 今儿个也得死在这儿 说着 拎着刀就往前冲 潘虎臣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霍奔的脖领子 往侧面一拽 摔了霍奔一个猎气 潘虎臣大吼了一声 干嘛呢 说着 抢过了宋义手里的枪 十几个巡警 在魏虾妹的招呼下 从人堆里挤了过来 举起步枪警棍 在潘虎臣的前面 裂成了一排 挡住了娇皮会 一众刀手 怎么 你们警察要干什么 这是我们娇皮会的事 潘虎臣一个跨步 走到了霍奔身前 瞪着眼睛看着他 姓霍的 当着老子的面 在这儿砍人 你当我这个警察局长 是瞎子吗 他杀了我家当家的少爷 我要报仇 狗屁 谁给你的权利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光天化日之下 砍人杀人 就算这小子杀了人 你也得先报警 在天津辈 能抓人杀人的 只有老子 你算个球 潘虎臣虽然刚到天津不久 但是机威慎重 黑白两道 无不信服 此时潘虎臣出面 救下了白酒 祸奔不敢硬抢 一时间竟然僵住了 潘虎臣环视全场 知道自己不给个交代 怕是带不走白酒 哗啦一声 潘虎臣从胃虾米腰上 拽下了手铐 给白酒铐了个结结实实 得一楼的杀人案 警察局 这就算是接了 稍后 我会安配人问询 验尸 既然这小子有嫌疑 我们就得带回去审讯 你没意见吗 霍奔皱了一下 眉头正要说话 却被潘虎臣 凌厉的眼神打断 怎么 你信不过我 霍奔念如了一下嘴唇 拱手说道 你是官 我是民 我不敢不信 那还不把路让开 霍奔深吸了一口气 摆了摆手 重刀手分开了一条路 潘虎臣一手握着枪 一手揪着白酒的后脖领子 走出了得意楼 钻进了一辆小汽车 魏虾米当司机 宋义坐在副驾驶上 潘虎臣和白酒 并排坐在后座上 两人面面相去 都一言不乏 宋义急得满头大汉 刚坐进车里 就扭过头来 急吼吼地问 白酒 你又在瞎搞什么 那么多人追着砍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白酒紧闭着眼睛 一言不发 深埋着脑袋 不知道在琢磨些什么 你倒是说话呀 潘虎臣点了根烟 吐着烟圈说 说啥呀 这小子一看 就是让人下了套了 啊 下套 潘虎臣谈了谈烟灰 笑着说 白酒 是个吃死人犯的白氏先生 秦伯如是刀头填写的 街面帮会 扒杆子打不着的两路人 怎么可能起人命争执 我估计 是娇皮会里有人 想出头上位 娶秦伯如而代之 杀人之后设了局 让这个小子当了替罪羊 白酒一咧嘴 扭头赞道 您倒是个明白人呐 明不明白的不重要 关键是咱们打过交道 你这个人贪财好色不佳 杀人害命倒还不至于 你怎么知道的 很简单 你没那个胆儿 刚才货奔带人围砍你 瞧你吓的 尿都快躺出来了 秦伯如也算是在街面上的狠角色 伸手胆质 都是一等一的厉害 非精准谋划 拼尽全力 不能杀之 一般这刚杀完人的人 大多都头脑亢奋 和你那个软蛋样子 简直是天长之别 瞧这话 你杀过人呐 杀过 老子是大头兵出身 大仗小仗打下来 少说一百多场 战场上狭路相逢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敌我一个照面 只一眼的功夫 我就能看出对方是 见没见过血的兵 杀过人的人 眼神是不一样的 还没打开吗 潘虎尘掐灭了烟头 瞥了一眼白酒 宋义问道 打开什么 早就打开了 白酒轻笑了一声 看了看潘虎尘 又朝着宋义一挤眼睛 两手一抬 腕上的手铐应声而落 告辞 白酒晃了晃指尖的一根牙签 谢了 他猛地推开了车门 一下子从车上跳了下去 落到了路旁的灌木丛里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宋义吓了一跳 正要招呼为虾米停车 却被潘虎尘拦住 潘局长 他 江湖是江湖了 咱们的身份不适合过多介入 能帮的 我已经尽力了 能不能洗清身上的嫌疑 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说完这话 潘虎尘打了个哈欠 向后一仰脖子 很快就睡了过去 车里回荡了沉沉的憨声 宋义用两手捂着耳朵 扭头看向了车窗外面 心里满满的 都是对白酒的担忧 白酒的师傅曾经说过 拆解案子就像走迷宫 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不是拔脚狂奔 而是回到原点 白酒对师傅的话 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 既然这一切事情 都从柳爷而起 那么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找到那间三千当铺 找到了柳爷 一切自然水落石出 入夜 老西姑扶桥 白酒按照秦伯如 故事所说的法子 提了一盏白纸登陆 孤身一人立在夜风之中 子时三刻 原本空无一人的河边 忽然出现了一辆驢车 驢车上拉着一只通体漆黑的棺材 一个驼背的老头 带着一只挪戏的恶鬼面具 一手牵着驢 一手背在身后 扯着沙哑的嗓子唱道 建灵堂 不由人 朱泪满面 叫一声 公锦帝 细听根源 料不想大英雄 不幸命断 空于那美宁在万古流传 段长人揽开流泪眼 生敌死别 千呼万唤 不能回言 嘟嘟啊 听着折韵 赫然是精细 卧龙吊笑的唱端 白酒提着灯笼 挪着步子迎了上去 朝着那老头拱着拱手 老头黑黑一笑 拽住了拉车的黑驴 少年郎 你可是要去三千当铺 我 我找柳爷 你可是姓白鸣酒 家住龙王庙 正是 白酒听的老头 倒出了他的名姓底细 不由得神情一慌 那就没错了 柳爷派我来接你 上车吧 老头一拍棺木 掀开了棺材盖子 示意白酒钻进去 白酒定了定神 爬进了棺材 三千当铺 不在阳市 而在阴间 此去路途颇远 少年郎 可莫要心急呀 老头一声大笑 盖上了棺材盖子 用铁链 将棺木缠好 甩手一鞭子 赶着驴车 向远方走去 走了一个多时辰后 那老头拉住了驴车 解开了锁链 掀开了棺材盖子 将双目紧闭的白酒 拉起来 解下腰间的酒壶 喝了一口烈酒 扑的一口 喷在了白酒脸上 白酒被酒气一击 浑身打了个鸡铃 这是小郎君 你看 老头盖上了酒壶 伸手向前一指 白酒顺着老头手指的方向 一看 只见不远处 黑暗之中 高悬着一块牌匾 上面歪歪扭扭 刻着四个大字 三千荡铺 匾额下 又迎连一对 左边写的是 酒色财气 来去大千世界 右边写的是 贪嗔痴望 出入不二法门 这当铺的格局 和平日里街面上的当铺 并无二致 白酒卖步进了大门 只见厅内一灯如豆 照出了迎面的通面蓝柜 柜台高一米八 上至屋顶 建一铁炸 铁炸上开两三窗口 窗口后头 设有柜房和验货收档的高木灯 有填写档票的票台 近墙角 还有一张帐桌 白酒点脚向内望去 只见三五帐房伙计 剧都戴着挪戏面具 在柜台后面 来回的走动忙碌 白酒正看得起劲的时候 冷不妨 肩膀上被人拍了一巴掌 白酒吓了一跳 一扭头 只见一个身长玉立的男子 站在他面前 他身穿西装 内穿马褂 头戴泥质礼帽 手拿白纸折扇 一身打扮中不中痒不痒 脸上还照着一个木雕的挪系面具 那面具雕的抱头还眼 铁面球并 刘牙外翻 通体赤红 你是 我就是柳爷 那男子哗啦一声 收起了手里的折扇 轻轻点了点 一旁的茶桌笑着说 坐 白酒还没有反应过来 柳爷已经大大方方的 坐到了茶桌边上 拎起了水壶 给白酒倒了一杯茶水 白酒深吸了一口气 攥紧了拳头 坐到了凳子上 柳爷瞎了一口茶水 打破了沉默 我其实注意你很久了 你这个人心细胆大 脑子也够灵活 我很欣赏 很久了 对 就是很久了 你第一次进入我的视线 是在码头 你帮警察验尸办事 追查那桩奇案 过龙灯 这里难道也有你的推手 柳爷摇了摇头 白手否定 推手谈不上 那个聂宝琛是我手底下的人 和洛碑一样 早年也在寿马营 出来的 要不是我收留他 给他一口饭吃 他也坐不到 天津商会会长的位子上 第六十集 柳爷接着说 可惜呀 这小子在前清的时候 手脚不干净 惹了欲红霄这么一段公案 导致多年以后被人家寻仇暗杀 这案子被拟破了 但是聂宝琛也死了 这些年聂宝琛的码头 没少帮我走货 他这一死 害我赔了不少钱 做生意嘛 有赔有赚 聂宝琛这条线断了 再找别人就是 于是我在天津城里 扫停了一圈 听说有个叫郑青铜的 开了一家赛马厂 生意红火得很 思量了一阵 我决定找郑青铜合作 借着他运送草料 牲畜的机会导运鸦片 可是这郑青铜脑袋不开窍 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什么老子的大洋已经赚够了 不差你这点钱 哈哈哈哈 说实话 自柳爷我踏足金门这块地界 还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必须得弄死他 柳爷只善轻摇 嘴上说着杀人害命的买卖 语气却无比的云淡风轻 白酒脑门上渗出了一层冷汗 郑青铜蔡振义是你的人 官帝劈刀的案子是你策划的 他万万没想到 这天津城的多桩血啊 都和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子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怎么说呢 杀人是门精妙的手艺 需要谋定而厚动 我要杀郑青铜 必定要先查明这个人的来龙去脉 世人都有过去 郑青铜也不例外 他当年在三叉河口 截取黄粮的事 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 我以此为线索 找到了流落江湖的蔡振义 带他来到了这三千当铺 做了一个交易 蔡振义将灵魂典当给我 替我办事 我帮他杀掉三个仇人 也就是洛碑 郑青铜和崔三海 按照约定 我帮蔡振义布局 让他一一除掉 郑青铜和崔三海 不过很可惜 蔡振义其差一步 在杀掉落碑前 被你看破了行踪 身死大神堂的关帝庙外 虽然蔡振义死了 但是柳爷我绝对是个 讲信用的人 答应的事还是要做到的 所以我派了梁寿 顺手杀了落碑 并且留书给你 我原本是想吓唬你一下 让你别再给我捣乱 可是没想到你这个人倔强的很 凭着一条废犬 缠上了梁寿 哎 这梁寿和蔡振义 涅宝 称之流不同 他可是我手下的一员大将啊 那间救生堂被他惊扬的 有声有色 你知道梁寿死后 我有多伤心吗 也不知道柳爷我今年是不是犯了太岁 梁寿这边的事还没平息 这秦伯如又和老子闹脾气 哼 他也不想想 要是没有我 他一个小混混 早不知道被人砍死在哪个街头巷尾了 说起来这事儿 我得多谢你 要不是你的脚和 我也不能发现这丝是在炸死 咳气 咳气 咳恼 咳恼啊 柳爷攥着折扇 将茶几敲得砰砰乱响 所以 你就杀了秦家父子 当然 不杀他们 我还留着他们不成 你是怎么知道秦雄藏身的地方了 那个砖摇隐秘得很 隐秘个屁呀 那天晚上你和那个耍猴的去德义楼绑人的时候 我的人就跟上你们了 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秦伯如是炸死 直到你是打击报复 直到你第二天去德义楼的丧礼上闹事 货奔不但没有驱逐你 还将你带到了后宅 我才决出不对 于是我 于是我启动了得意楼里 早早埋下的暗装 你和秦伯如聊的火热全然没注意房顶上有人早已经掀开了瓦片 有一双眼睛静静地打量着你们 你和货奔出门前往砖摇 我的人早你们一步杀了秦雄 你们急吼吼地往回跑 我的人又早你们一步杀了秦伯如 白酒啊白酒 你纵使那有七十二遍的齐天大圣 也得被我这尊如来佛玩弄于鼓掌之间 白酒一拍大腿站起身来 为什么 为什么 柳爷我办事哪需要想那么多 为什么 柳爷一摇折扇 冷眼看向了白酒 我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你这么多的秘密 你可会杀了我 杀了你 不不不 我若是想杀你早就下手了 何须费这么多的周折 我引你前来是有一桩买卖与你谈 什么买卖 做 柳爷一点折扇 示意白酒坐下 白酒慢慢地坐回了凳子上 喝茶 一会儿凉了 白酒伸手端起了茶杯 将里面的茶水仰头喝干 柳爷扶掌一赞 柳爷扶掌一赞 痛快 到底是什么买卖 您现在可以说了 很简单 那都差点劲儿 我思来想去办这事儿的人选 非你莫属 我为什么要把命典当给你呢 这是这儿的规矩 我要是不守规矩呢 不守规矩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呦 白酒一根脚 白酒一根脖子 代价 我白酒一条贱命了无牵挂 大不了就是一死 怕你个鬼的代价 柳爷也不生气 只是摇头探到 倔脾气 倔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呢 白酒啊白酒 你真的了无牵挂吗 柳爷的手轻轻往袖子里一伸 取出了一个手帕裹馋的小包 轻轻地放在了茶几上 用扇子尖推到了白酒的眼前 这是什么 给你的惊喜 打开看看 白酒将信将疑地伸出了手 拆开了外面的手帕 当白酒看到了手帕里包着的东西的时候 白酒一下子愣住了 脊背上的冷汗刷刷往下躺 那个东西白酒是认得的 那是一块金表 白天的时候 他还戴在宋义的手上 这等贴身的物件 柳爷都能够轻松取来 说明柳爷想杀宋义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和他 白酒的嘴 一下子笨得要死 憋得脸都红了 也没说出一句 完整话来 第六十一集 柳爷拍了拍白酒的手背 笑地说 少年人 你的心思我懂 男欢女爱罢了 正常 正常 柳爷我也是过来人了 白酒 猛地抬出了宋石林的名头 他是市长的千金 他是谁的千金 和我有什么关系 柳爷我杀人 百无禁忌 柳爷最后四个字 咬得极重 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白酒的心口上 白酒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色白得吓人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你的命 到底当不当给我呀 我 白酒一咬牙 做出了决定 当 我当 好 柳爷挑着拇指 赞了一句 有情有义 是个爷们 他从柜台上 拿了一张空白的当票 取过笔墨 图写了一番 左手拿着当票 右手拿着印泥 走到了白酒的面前 白酒抬头一看 只见了当票上写着 今有金门白酒 与三千当铺 典当重吃 鼠咬 见命一条 无稀无利 非半柴得利 否则永不赎回 按个手印吧 柳爷一笑 将印泥递了过来 白酒看了一眼柳爷 又看了一眼荡票 一跺脚伸出了食指 在印泥上站了一下 随后狠狠地 按在了荡票上 妥了 柳爷扶掌大笑 将当票对折 收在了怀里 不知道柳爷 找我办的是什么事 不急不急 等你回到了龙王庙 去香炉地下一看便知 龙王庙 白酒话一出口 突然觉得脑中一阵眩晕 白酒甩了甩脑袋 回头往茶几上一看 随即说 茶水里有迷药 不是茶水 是茶杯 药是下在茶杯里的 好了 你也该倒了 柳爷一说折扇 轻轻在白酒额头上一点 白酒再也刻着不住 脑中的眩晕 眼前一黑 倒在了地上 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四日清晨 阳光从云缝里照了出来 白酒眼皮一颤 缓缓地睁开了眼 柳爷 白酒猛地一声大喊 坐了起来 白酒向四周一看 发现自己正躺在 龙王庙的破床上 白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煞时间汗毛倒立 三千档铺 是梦吗 白酒的右手食指 沾满了红色的印泥 这不是梦 白酒一翻身 从床上蹦了起来 连滚带爬地 跑到了供桌前面 在香炉底下 找到了一张字条 打开字条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黄布铜 白酒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霍奔醉得一塌糊涂 吐了好几口 才恢复了些神志 大哥 我早晚杀了那白 霍奔的醉话刚说出口 突然抬头一看 自己的身前 正站着一个厨房的伙计 二十出头 一口白牙 腰上系着火房的麻布围裙 霍奔眨眼想了想 才回忆起 正是这个伙计 把自己送回来的 霍奔摆着摆手 你先下去吧 我一个人静静 那个伙计一点头 随即抬头笑道 二当家 我叫沈缺 到下面见了阎王爷 别抱错了我的名姓 嗯 你说什么 霍奔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那伙计出手如电 左手扼住了霍奔的咽喉 右手背一翻 一根金刚长钉 出现在了掌心 掌心正中 垫着一枚大洋 向下一拍 锋利尖锐的钉子头 扑的一下就 钉穿了霍奔的天灵盖 霍奔眼球一鼓 脖子一歪 断了呼吸 沈缺在围裙上 擦了擦手 笑着说 知道柳爷存在的人 都得死 霍奔这个二当家一死 娇皮会倾客之间 土崩瓦解 三大堂主 为了当家的位置 互相砍杀 内耗极为惨烈 不到三天时间 就爆发了六场欧动 死伤了好几十号人马 平日里和焦皮会有仇的帮派 趁机发难 瓜分了焦皮会的生意和地盘 发动了多场拼斗 一盘散沙的焦皮会 很快便在天津销声匿迹了 天津城 卫出酒盒下手 江湖人沉沉浮浮浮 生生灭灭乃是常态 每天都有帮派成帝 每天也都有帮派消失 天津的百姓早就习惯了 故而这焦皮会的事 没热闹几天 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天津城古寺众多 其中有以卦甲寺为罪 卦甲寺原名庆国寺 修建年代已不可考 其卦甲二字 源自贞观十八年 相传太宗皇帝东正归来 路过大植孤时 发现庆国寺 大将军御赤静德 率军在此地修正 时之大雨出情 御赤静德部下的将校 将身上的甲咒卸下 挂在寺院周围亮晒 一连数日 太宗兴起 向献查的僧人慈航 要来执笔 亲疏挂甲寺 匾额一方 悬于山门之上 改庆国寺 为挂甲寺 天津县之 明万历二十八年 重建挂甲寺碑记一篇中游在 大植孤 宜南三里许 由古刹约 庆国寺 后名挂甲寺 岂游来远远远 途经无考 誓远清颓 遗旨尚在 挂甲寺千年以来 动语错额 相舍喝酌 霞尔适女 粘远远远远远 香火鼎盛 故而多出高僧 当今的住持方丈 法名妙物 年高得勋 月上中天 挂甲寺天王殿 长须飘飘 白眉如霜的 妙物禅师 正在擦拭 天王殿的神像 一个中年僧人 悄无声息地 走到了 妙物禅师的背后 这僧人 生得面目有黑 唇方口正 额阔顶平 狼行虎步 妙物禅师 听到脚步 缓缓回过头来 微微笑道 本爵 是你啊 这么晚了 还没休息 本爵和尚 双手合十 师父 晚上风冷 您别 着凉 第六十二集 本爵一边说着话 一边解下了自己的僧衣 披在了妙物禅师身上 随后关上了门窗 只漏了一道小小的缝隙 妙物禅师点了点头 笑着拍了拍本爵的肩膀 你倒是有心了 本爵扭头看了看窗外的月色 一标一摇 一标一摆 跪倒在了妙物禅师的身前 磕头说道 师父 弟子 有一事相求 妙物禅师赶紧来掺本爵 何事啊 本爵跪在地上 身低着头 抱着妙物禅师的腿 色声说道 师父 妙物禅师一声惊呼 还没来得及再问 一声枪响 妙物禅师的额头上瞬间开了一个血洞 扑通一声 妙物禅师仰面栽道 本爵和尚跪在地上 紧紧地埋着脑袋 用手肘之地向门边爬去 从门缝里向外看 只见月光底下 大雄宝殿的屋檐尽头 闪过了一个漆黑的身影 本爵和尚喘着粗气 等了大约一刻钟的功夫 确定了身影已经离去 这时寺庙内的十几个僧人听见声响 开始陆续披上衣服 走出禅房 迷迷糊糊地向四周插开 耍的一声 本爵和尚从袖子里 抽出了一把肘长的砍刀 爬到了妙物禅师的尸体前面 师父 对不起了 本爵和尚一刀 砍下了妙物禅师的人头 抱在僧衣里 钻到了天王殿后头 隐没了身形 半个月来 天津城里发生了两件怪事 引发了街头巷尾的议论和猜测 头一件事 换作因兵过河 这件事源自一处废弃的河道 名曰金中河 1953年 天津市政府将河道填平修路 就是今天的金中河大街 此河起于明朝天顺二年 经常淤色 曾经多次输军 到了明朝天启五年 再次开军 取名为通海屯河 刘京 灵脚姑 刘快庄 宜兴部 他河殿 七里海 至桥城所 清乾隆十年 在通海屯河的基础上 又开挖了陈家沟 引河 上口和甲家沟 引河共用 传说当时有一高僧 沿河成州下游 将进入海处 因水流湍急 潮水明若洪中 故暂为金中河 金中河由此得名 这金中河水域茫茫 翻影点点 他河殿里 碧波万寝 沙欧起落 是天津卫水产丰盛的 一大渔场 然而好景不长 民国初年 由于海河三叉河口 裁湾曲直工程的影响 金中河水源断绝 几乎淤沸 成了一段野草丛生 臭气熏天的烂泥滩子 鱼虾绝技 蛤蟆多生 天津人耗嘴 贪爱吃喝 一般的贫苦百姓 吃不上山珍海味 只能在野区上抓闹 天津有一道名菜小吃 换作炖野蛤 乃是从东北传来的吃法 做法简单粗暴 首先将活蛤蟆清洗两遍 用半开的水将蛤蟆烫死 这过程极其讲究 水热了 烫出的蛤蟆肉就僵硬 水凉了 蛤蟆肉就松懈 烫久了 蛤蟆容易秃了皮 影响品相 烫的时间短了 蛤蟆还没烫死 烫完了蛤蟆 就可以起锅烧油了 大火烧锅 加葱姜大料爆香 再转小火 放入生抽 老抽 白糖 黄酒 辣椒 熬成酱汁 放入蛤蟆 等到蛤蟆煮得开始出水了 就可以盖上锅盖焖了 不出一盏茶的功夫 香味就顺着锅盖缝往外飘了 这炖蛤蟆做法简单 滋味的高下全在蛤蟆上 天津有首打油诗 念作 春吃江鱼秋吃蛤 一黑一黄三清化 红油勾芡半炷香 上下沉浮小金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吃蛤蟆 要讲究时令和品类 最好的季节是秋天 秋天的蛤蟆要冬眠 鸡存油脂 最是肥鲜 大火稍微一炖 在酱汁中上下沉浮 那色泽就和金瓜一般 这众多蛤蟆里最美味的是黑斑大蛤蟆 这黑斑大蛤蟆多生在泥地里 以金中河老泥滩最好 所以一到了秋天 抓蛤蟆的天津百姓 就扎堆往金中河附近走 蛤蟆洗尸洗暗 故而捕蛤都在晚上 话说这一晚 码头扛包的苦力童喜顺下了功 跨上了个竹篓 直奔金中河老泥滩 家里三个孩子 闻见隔壁邻居顿蛤蟆都快馋枯了 无论如何童喜顺今天 也得捞上一篓子 回去给小孩接接馋 带到童喜顺赶到了老泥滩 浅滩处已经聚了不少人了 明处的蛤蟆都被逮了个七七八八 童喜顺无奈 直到挽起裤腿 赤着脚向泥潭深处走去 童喜顺摸了半宿 也没抓到几只蛤蟆 心烦意乱的他顺着老泥滩越走越深 突然童喜顺的脚面 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他瞬间屏住了呼吸 缓缓弯下了腰 两手顺着大腿外侧向脚面一抱 伸手抓了那个软软的东西 那东西油腻腻的 在童喜顺手里打滑 童喜顺一咧嘴 把那个东西从泥里拽了出来 定睛一看 那哪是什么黑斑大蛤蟆 分明是一只五指分明的断手 童喜顺发出了一声圣人的尖叫 不多时周围挖蛤蟆的老百姓就凑了过来 中间有胆大的后生围着童喜顺捞出人手的地方一阵摸袍 竟然挖出了七八具死人失手 这一下可炸了锅了 不少老百姓蹚着泥上了岸 发了疯似的跑回了家 其中有几个冷静点的赶紧报了警 潘虎臣听说金钟和老泥滩里挖出了死尸 拿赶带慢带着人马直扑现场 组织了一百多名警力 调用河宫开挖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挖出了五六十具尸体 一字排开摆在了河滩边上 那场面要多瘆人有多瘆人 街面上当时就传开了 说是这金钟和老泥滩里有一只黑斑大蛤蟆成的气候 名曰黑斑大王 瞧见天津的百姓年年抓他的子孙烹主 气愤不过 用术法射人魂魄 一只蛤蟆换一条性命 那些被射了魂魄的行尸走肉 被黑斑大王召唤 成了老泥滩的阴兵 守在河底专门拖来带蛤蟆的人的脚后跟 第六十三集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老泥滩这边的事还没完 挂甲寺又闹出了人命 老主持妙物禅师被杀死的天王殿内向上人头不翼而飞 有好事者将这两件事放到了一起编排 非说是老禅师和那黑斑大王斗法落败被摘了人头 这股谷遥传是越演越烈 老百姓甚至在老泥滩边上一边将逮着的蛤蟆放生 一边败求黑斑大王饶命 宋义忙得脚不沾地 在老泥滩边上来回查看 检查着每具尸体 并将情况记录在本上 魏虾米抡着井棍 驱散了好几波烧纸的百姓 好几十个河宫还在泥潭里搜寻 不断有新的尸体从泥里被挖出来 潘虎尘端着一碗水走到了宋义旁边 喝口水吧 宋义摘下了手套 喘了口气 接过了潘虎尘手里的水一饮而尽 潘虎尘看着一地的尸体皱着眉头问 都是怎么个情况啊 宋义将水碗放到一边 领着潘虎尘在尸体中间行走 他一边走一边指着尸体说 咱们眼前这些尸体死亡原因很多 有的是枪伤 有的是刀伤 有一半死于中毒或窒息 尸体上都有捆绑和殴打的痕迹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人都是死于争斗砍杀 有的当场死亡 有的被捆绑殴打后 灌入了毒药 你看这具尸体 腐败是由腹部开始的 最早出现的真相 就是腹部膨胀 这是由于细菌的作用 产生腐败气体 引起肠道胀气的结果 你看它肚子上的绿斑 呈现淡绿色 这种绿斑的出现 圣夏季节约在死后12小时以后 春秋季约在死后24到48小时 斑点最初为淡绿色 以后逐渐变为深绿色 再过几天就会蔓延全身 变成褐色或黑色 这15具尸体死亡时间都在两天以上 你再看这边这几句 口鼻内都有粉红色的血水 说明尸体在沉入泥水之前 被翻动过 因为翻动尸体的时候 会有气体大量进入血管内 导致口鼻腔流出泡沫一样的血水 这几句和那边那八具尸体一样 死于一天前 您再往这边走 从您脚下画一条线 往北所有的尸体都死于三天以前 宋义一边说着 一边挑开了几具尸体的上衣 给潘虎臣指点解读 潘虎臣掩住了口鼻 嗡声嗡气地说 也就是说 这些尸体最少经过了三次抛尸 是不同的时间段 扔进金中河的老泥滩里的 从尸检角度来讲 是这样的 不对啊 这些日子正是逮蛤蟆的日子 金中河老泥滩附近人来人吧 这么多双眼睛 凶手是怎么抛尸的呢 而且一抛就是好几十具 不可能没人看见呢 潘虎臣一边嘀咕 一边招手换来了胃虾米 指着满地尸体 咒都拍了吗 拍了 有查到身份的吗 没有 有人来认诗吗 也没有 怎么什么都没有 你是怎么办的 差事 魏虾米脸上的皱纹 都快挤成一个干橘子 一边擦汗一边说 我的局长啊 这尸体在这泥水里泡的都水肿了 有的还能认出模样 有的那都没人样了呀 没人样也得拍 把照片贴出去 快点 潘虎臣狠狠地 在胃虾米屁股上踹了一跤 胃虾米连滚带爬地去取照相机 领着两个小警员挨个给尸体拍照 魏虾米一边拍照 一边嘟囔 这他娘的真烦人哪 魏虾米掀开了一片草席子 露出了底下盖着的一具尸体 那尸体颈下 两腮鼓了好大的两个圆球 将皮肤撑得透明轻薄 连里面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 魏虾米催了一口唾沫 对 这不是个蛤蟆成精了吧 突然 那尸体两栽鼓起的圆球 啪的一声爆了开 粉红色的枝叶 见了魏虾米一脸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救命啊 魏虾米一声惨嚎 一个屁堆坐在了泥水里 魏虾米眼泪都淌了下来 救命啊救命啊 宋医听见魏虾米大叫 赶紧跑着过来骑声问 怎么了 我我中了尸毒了 尸毒 宋医看了看魏虾米 又看了看他对面的那尸体 扑成一笑 伸手扶起了魏虾米 别怕 哪有什么尸毒啊 啊 什么 这叫尸泡 也就是尸体腐烂形成的水泡 人死后 循环血液流向尸表 血浆渗出血管外 在皮肤的表皮 与真皮之间聚集 形成水泡 腐败水泡内的液体颜色 淡红或淡绿 随着时间推移 水泡会涨破 宋医的话还没说完 魏虾米和那两个小警员 早就已经控制不住 胃部的静卵 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 宋医见魏虾米他们 吐得可怜 一心软 接过了相机 轻声的说 你们去休息吧 照片我来拍就好 魏虾米吐得脸色蜡黄 话都说不出来了 朝着宋医一拱手 扭头就跑 潘虎尘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冲着魏虾米逃跑的方向 一顿大骂 一边骂一边走过来 对宋医说 这帮废物 有什么呀 一个死人而已 我真是得好好收拾收拾 潘虎尘无意间 瞥见了尸泡爆开的那具尸体 一股酸水 顺着石管就涌了下来 潘虎尘身手一无嘴 隔夜的酒饭 顺着手指缝就喷了出来 宋医皱着眉叹了口气 不禁又想起了白酒 刚发现尸体的时候 宋医就去了龙王庙 想找白酒来帮忙 谁知道白酒根本就不在龙王庙 宋医问了好几个平日和白酒私混的朋友 可谁也没有他的消息 宋医在心里狠狠地催了一口白酒 这个白酒 一到需要他的时候 就没了影子 也不知道躲在哪个青楼酒馆了 天津城东 燕宾楼 花二爷在包间里喝得眼花而热 花二爷打了一个酒格 伸手揽住了一个身量恶娜的女子 使劲一搂将她抱在了怀里 小银雀呀 小银雀 二爷我想死你了 原来这个女子就是最近在天津城燕明出现的精细花代 一名叫做小银雀 第六十四集 花二爷摇着小银雀狠狠狠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妈扎着小银雀光洁的大腿 轻轻一撩她旗袍的下摆 红着脸笑道 小美人 你这旗袍的开叉还是太低了呀 小银雀翘脸胸红 咬着花二爷的耳朵低声的细语 二爷 人家日子过得紧 哪里有钱做新旗袍吗 没钱找二爷呀 钱不是问题 只是二爷不知道你的尺寸 花二爷被小银雀溜拔得心花怒放 脸上的油都沾出光了 小银雀悠悠一笑 吐气如蓝 在花二爷耳边笑道 脱乃无灵树 何须问短长 妾身君报官 尺寸细思量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我的宝贝啊 二爷就稀罕你这点 有文采 有情点 来 让爷香一个 小银雀 小银雀半推半就的让花二爷占了些便宜 轻轻一推架住了花二爷的脸笑着说 二爷 我去楼上洗个澡等你 小银雀手指在花二爷手心里一撵 悄无声息的将一把房门钥匙塞在了花二爷的手里 花二爷拍着巴掌送走了小银雀 自顾自的喝了两杯酒 就急吼吼的出了饭厅 他看了一眼手里那把钥匙上的小号牌 快步上了三楼 直奔小银雀开好的客房跑去 咔哒一声 花二爷拧开了房门 奔着床边走去 一边走一边脱衣服 等跑到床头的时候 浑身上下就只剩下了一条短裤 床上垂下了青纱的帽子 依稀能够看到被窝里裹的一个人 宝贝 二爷来了 花二爷一声怪叫 扯开了帽子 扑了上去 把被子一掀 刚要下嘴才发现 被子底下躺着的根本就不是小银雀 而是一个他无比熟悉的男人 哎呀 白酒 花二爷吓得发出了一声惨叫 瞪大的眼睛 白酒尴尬地抽出了一下嘴角 二爷 你听我说啊 说你娘 我枪呢 我枪呢 我今天非帮了你不可 花二爷一个机灵跳了起来 到处找手枪 找了半天才想起来 今天出门没带枪 二爷 我是 我吓死你 花二爷一声大喊 扭过头来 两手扼住了白酒的咽喉 把白酒按在了床上 白酒急得满头大汗 一边和花二爷撕扯 一边辩解 二爷 二爷放心 二爷 小嫂子在浴室里 我只用了点民药病 为伤他 万荣誉吗 万荣誉吗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怎么每次都能遇上你啊 你和我是有多大仇啊 老子今天我必须掐死你 掐死你 花二爷什么也不听 一门心思和白酒私打 二爷 二爷您听我说 二爷 我找你是有一件天大的事 天大 天大有多大 还能有老子找女人事大吗 柳爷 柳爷的事 啊 花二爷听到了柳爷二字 手脚一致 神色慌张的像四周张望 手忙脚乱的 从白酒身上爬了下来 关好了门窗 一边穿衣服一边说 什么 什么柳爷 白酒坐到了床边 一边揉着被花二爷掐得生疼的脖子 一边冲花二爷翻白眼 我说二爷 玩这个就没意思了吧 天津城里还有您不知道的事啊 这事我真着急啊 您开个价 就是把我那龙王庙卖了 我也把钱给您凑上 不是钱的事 这 这是要命的 我可不敢乱说 柳 那 那就是个妄命徒啊 你惹他做什么呀 赶紧滚 赶紧滚 就当我今天没见着你 你可千万别连累二爷跟着你吃瓜闹 花二爷揪着白酒的领子 发着疯似的往外推 白酒两手死死的 抠住床檐大声的喊 二爷 二爷 您听我说 这事我要是办不成 早晚也是个死 我到了黄泉路上行单影只 我多寂寞呀 多空虚呀 我孤独 我愣啊 我必须得找个伴儿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你花二爷不错 反正我已经把命点给了三千当铺了 一旦玩砸了 大不了就是个死 有花二爷陪着我也值了 您说吧 是想死在你大老婆手里 还是想死在柳爷手里 你要是想死在你大老婆手里 我就去告密 说你在外边寻花问柳 四处乱搞 你要是想死在柳爷手里 我就去三千当铺 告诉柳爷 说你知道他的秘密 放屁 花可不能乱说 花二爷打了个冷战 裤子都顾不上体 一个箭步跑到白酒身前 捂住了他的嘴 第一 我没乱搞 第二 关于柳爷 我什么都不知道 白酒没答话 只是用狐疑的眼光 瞟着花二爷 花二爷被看得浑身发毛 一屁股坐在了白酒旁边 神秘兮兮兮的说 这就好比摸儿走山路 我看到了老虎咬死的人 闻到了老虎的味道 还发现了老虎的脚印 我知道这山里有只老虎 但是我躲着就是了 没必要跟着脚印去看看 那老虎长什么模样 这人哪 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没有武松的手段 就别往景阳岗前面操 你说 是这么个理不是 花二爷说的恳切 不似作为 白酒沉思了一阵 一桌牙花子 揽着花二爷的脖子说 二爷 我不用你帮我找老虎 你就帮我指点一下老虎的脚印 我自己搁顺着追 是生是死 绝对不拉你下水 如何 花二爷犹豫了一阵 心中暗道 这个白酒是个吃死人犯的 乃是街面上有名的滚刀肉 被他缠上 甩也甩不掉 不如趁势 把他送到柳爷嘴边 是生是死 都是他的造化 我也唠个清静 想到这 花二爷一点头 算是答应了白酒的请求 白酒大喜掏出了怀里的字条 上面写着黄不同三个大字 二爷 您上眼 花二爷接过了纸条 看了一眼 小声的说 这黄不同是鬼市的一个门主 所谓门主 就是指常年在鬼市之摊 专门做一门生意的人 白酒追问 门主 哪一门呢 花二爷向四周看了一眼 信手捞起了桌子上的一张报纸 两手一搓 卷成了一个长筒 拖在掌心 将一端凑到嘴边 鼓起腮帮的须作了一口 摆了个抽鸦片的姿势 是鸦 噓 我可什么都没说 花二爷紧张兮兮的摆了摆手 明白 明白 我就知道这点 更深的掌控 就得你自己查去了 花二爷说到这 仰头一躺 瘫在了床上 将手上的报纸打开 平扑在了脸上 再也不发一言 第六十五集 白酒拱着拱手 隔着报纸 在花二爷耳边说 谢二爷了 小的不打扰您的好事了 小银雀的迷药 一杯清茶就可解 花二爷翻了个身 闷喝了一声 滚 好嘞 白酒咧嘴一笑 转身出了房门 鬼诗者 牛鬼蛇神聚散之地 为什么叫鬼诗呢 这里头有两大缘由 一来这鬼诗 后半夜到凌晨开始 天一擦亮就散失 来去无踪 再加上这个市场是在晚上开的 大晚上的这段时间是最冷的时候 有个说法叫做鬼呲牙 意思是说天冷把鬼都冻得呲牙了 二来这鬼诗交易的东西 鱼目混逐 真假难辨 谈架都是在绣筒子里捏手指头 摘下头上的刮皮帽 扣在手上说事的 这鬼诗 南北都有 各不相同 就拿进出的说 这京城的鬼诗和天津的鬼诗 就差了不少味道 京城的鬼诗 支摊的都是些没落的王公贵族 想当初在大清的时候 这些个八旗贵胄 也是辉煌一时啊 中日里享清福吃黄粮 后来大清朝亡了 这些个五谷不分 四体不勤的老少爷们 家境败落 上顿不接下顿 饿得眼花腿抖 怎么办呢 卖家产吧 于是这些个奇人老爷们 开始变卖家里藏的货底子 可是这些老爷们 早先可都是显赫过的 讲究个胡死不倒架 别看饭都吃不上了 可这面子不能丢 卖家产可以 但不能让人看着脸 于是只好在黑咕隆咚的凌晨 摆摊卖老货 闭着光 不露脸 也不说话 买家自己打着灯笼 在地摊上挑选 而天津这地儿 没有北京那么多 卖家产的贵族 多是三教九流的江湖人物 卖的东西没几样是 祖上传下来的 军火 鸦片 古董 西药等市面上禁止贩卖的东西 天津鬼市里都有销售 在天津老城南门外 以西有片开挖荒地 康熙年间开辟为挖地重盗 1901年成员拆除后 居民逐渐难移 这一片才开拓成了城区 视为南开 随着南开居民不断的向西开拓 边缘地区聚集了大量的穷苦人家 成为了一片新的聚集区 视为西广开 意思就是南开再向西拓展的开拓地 天津最大的鬼市就在西广开 凌晨时分 秋风刺骨 白酒裹着一件破皮袄 在脸上围了一条麻布围巾 一步三晃地来到了西广开鬼市 漆黑的夜幕之中 半条长街人影晃动 街边两侧的黑暗之中 每隔三五步就立着一盏昏黄的油灯 将站在摊子后面的人影拉到老长 左边那个老婆子戴着一顶破旧的斗笠 肩上披着一身旧缩衣 怀里抱着一个棉布包裹 在阴影里左右徘徊 不时有人走过去 往他怀里拿捏 这是个卖小孩的拍花拐子 右手边 一个干瘦的老头 在树底下织了个草棚子 叼着烟卷 无精打采的抽着烟 遇到上来搭茬的 就从草棚子里拖出一个长条的木箱 把木箱打开一条缝 让买主伸手进去摸 只能摸不能看 过了一会儿 有人在袖子里和他谈好了价钱 感受老头掐灭了烟 将箱子递给了那买主 白酒看得很清楚 箱子里有一层油纸 这是个卖黑腔的匪帮贩子 身后的土墙底下 缩着个矮小的汉子 身前铺了一块破布 上那摆着不少瓶瓶罐罐 隔了十几步远 白酒就能闻到 他身上那层浓厚的土腥味 和那些物件身上的臭味 那是湿臭 白酒最熟悉不过 这是个挖坟掘墓的土耙子 也就是盗墓贼 白酒在鬼市上 溜了好几个来回 在几个小摊前来回转悠 鬼市交易 买家和卖家流动性极大 大多讲就不看脸不搭话 但是其中也有例外 这个例外指的就是 在鬼市织幌子的人 所谓幌子又称灯幌 鬼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撕下一块布条 写上字号压在自己的油灯底下 这就叫织了幌子 织了幌子 就代表这个人常住此处 已经立地生根了 做的就是长久的买卖 这种买卖许进不许出 挂了就不能撤 否则慕名而来的买家就容易扑空 能在鬼市织幌子的 干的肯定都是刀头填血的买卖 接触的也都是些亡命图 你胡乱放人家鸽子 人家岂能饶你 按照江湖惯例 敢在鬼市织空头幌子的 砍死算白砍 花二爷说黄布铜在鬼市织了幌子 那就肯定错不了 果然白酒转了两圈 在一口水井台子上 发现了一个破败的烛台 烛台底下压着一个破布条 上面正写着黄布铜三个大字 蜡烛的火苗在风中摇曳 一个戴着墨镜和瓜皮帽 穿着糖装和皮鞋的中年男子 正躺在一架摇椅上闭目假妹 白酒眯了眯一眼 背着手走了过去 还没走到那个人的跟前 那个人便猛地睁开着眼 缓缓地从摇椅上坐了起来 他一台袖子 将胳膊架在了白酒面前 白酒会衣 将手伸进了那个人的袖子里一摸 便摸到了两枚纸包的小球 白酒手指一动 将那辆小球捞在了掌中 抽出手来凑到了竹台边 扒开外面的包纸一看 顿时明了 原来这个人以为白酒是来买鸦片的 台首先给了白酒两个样品 让白酒挑选 彼时 京津两地的鸦片 多来自于英国一合洋行 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 三家洋行利用在中国的租借特权 和内核行行特权 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 这些洋行销售的鸦片主要为印土 小土每颗重一磅 黄黑色 质地叫大土坚硬 均价约每两两元 主要是给平民和穷人吸食 此时白酒手里的两个纸包小球 拆开来正是两种土样 一种大土 一种小土 白酒装模作样的 秀了秀 然后凑到了摇椅边 小声地说 冰尖子 可是喇嘛弯 白酒用的是江湖上的春点 也就是黑化 所谓冰尖子 是兄弟的意思 喇嘛弯 指一个黄字 连起来就是 兄弟 你可是姓黄吗 第六十六集 那个中年男子听了白酒的话 脸上一沉不悦地说 老河春点大开 何不掀地门槛 这话里有几个关键词 老河 只带江湖老手 春点是黑化的意思 地门槛 意为自爆家门 翻译过来就是 兄弟也是内行人 张嘴就是江湖春点 想问我底细 先来个自爆家门吧 白酒微微一笑 摆了个江湖上常用的山字手 抬眼说道 雪花味 吃的土点饭 意思就是 我姓白 是做死人买卖的 那中年男子坐起身来 一声问道 吃土点的 盘芙蓉作身 意思是说 你个做死人买卖的 打听鸦片干什么呀 白酒试探地答道 李马仁大桥 前来碰马 意思是 有董行的熟人介绍 让我来见见面 李马仁 该不是掉脚子走水了吧 那意思是说 哪来的熟人呢 不会是被冰井抓住 说漏了嘴了吧 中年男人 咔哒一声 在袖子里 给手枪拉开了保险 对准了白酒的心口 白酒深吸了一口气 伸出右手 拇指上力 其余四指弯曲 端在胸前沉声地说 大将点兵 心挂住 海河边上 地柳香 大将这个词 在春典里 可不能乱说 非在当地 数一数二的人物 不能当这二字 点兵是差遣的意思 挂住指心入火 第一香里的一字 这个数字 在春典里 得读作柳 一二三四五 柳月汪载中 六七八九时 身行长爱聚 白酒的这句话是说 有个江湖上的大人物 拆遣心入火的我 来此办事 这个大人物 在海河两岸 赫赫有名 他姓柳 一听这个柳子 中年男子吓了一跳 收起了手枪 赶紧从躺椅上 跳了下来 朝着白酒拱手说道 在下杨东盛 有眼不识泰山 兄弟莫怪 客气了 不知这黄布桐 黄布桐是我老大 半个月前说有急事 要离开一阵子 鬼市的幌子离不开人 他命我在此地支应 昨天他飞鸽传书给我 说若有柳爷的人来寻他 便指引那个人去 娑婆鬼叔 白酒文言来不及道谢 只一拱手便匆匆向北而去 这娑婆鬼叔 是一棵五六人河豹的大柳树 就长在西广开鬼市街头 1875年的时候 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刚一即位 黄河以北边爆发了百年罕见的大汉 京师和直立地区从春到冬 愣是一滴雨都没下 转过年来 汉情越来越严重 直立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 北至辽宁西至陕甘 南达苏晚赤地千里 粮食产量减半 山东收成不及往年的三成 据山东通志成 该年全省大汉民机 山东巡抚曾国权 向清廷奏报时称 晋省谍遭荒汉 赤地千有余礼 鸡民至五六百万之众 大尽其灾古所未见 寻知父老 贤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大汉之下 附近的灾民开始大面积流动 饥荒肆虐 致使一些食不果腹的灾民 壮如恶鬼 鸡则掠人时 夜半孤身逆履者 往往失足 父老皆相借果族 不敢出门 彼时山东有一村 名曰大柳树村 村中父老因大汉 田间颗粒无收 为了果腹 只能举村桃皇 行至天津城外 先是捞鱼捉虾 啃树皮草根 后又食观阴土 再至后来 实在是没什么吃的了 这帮鸡民就打起了小孩子的主意 在村内某些人的带领下 这些鸡民竟然偷偷的混进城 偷小孩子烹食 结果被巡夜的兵丁逮了个正招 一举拿下了三十六个大柳树村的村贼 用铁链凿穿了琵琶骨 穿成一串 拉到西广开 一刀一个砍了脑袋 埋在了泥地里的一棵大柳树底下 那大柳树的根 宝西人血骨肉 生得越发粗壮 相传 每到月圆时分 人从树下走过 常能够见到腐烂到 只剩下枯骨的手脚 从树下伸出 脱拽行人脚踝 一九零一年老成员拆除 居民难移 夯土填挖的时候 这地界突然开始闹鬼 一下子死了十几口人 管事的慌了 找了不少法师前来捉鬼 怎料鬼没抓到 抓鬼的死了好几个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有一游方僧人到场 在大柳树下盘坐一宿 诵经作法 一连七天 设服了作乱的鬼怪 并安排众人 用红筹铜锁 捆住了大柳树的树干 系在了六根降魔杵上 那个和尚嘱咐道 此地恶鬼 已被我用佛门的娑婆大阵 压在树下 而等破土动弓 切记绕过这棵大柳树 只要不动此树 百无禁忌 若动此树 神仙难救 言罢 游方僧人飘然离去 不收分文 此后西广开 开荒建坊 均绕开这棵大柳树 再也没发生过 闹鬼的凶事 由于百姓畏惧神鬼之说 安家置地 多远离这棵鬼树 使得这棵鬼树 在闹中偷径 竟然在杂乱拥挤的西广开 占据了一块冷清 萧索的空地 进而成了鬼市 聚会萧赃的学家去处 要问这游方僧人 姓甚名谁 由好事者几经查探 方知这僧人法号 庙物 自山东而来 落脚在了天津挂甲寺 他佛法精湛 尖通一道 过了没几年 挂甲寺的老方丈去世 将一波传给了庙物 也就是今时今日的庙物禅师 这段公案 在海河两岸流传甚广 白酒也早有耳闻 故而一听 梭婆鬼树四个字 就迈步直奔那棵大柳树而去 大柳树面前 有一座石碑 高不及腰 上课大字佛经一行 金玉枣离苦海 当以大雄无畏之身 还我婆娑大地 白酒哼了一声 绕过了吃杯 直接去看那棵大柳树 半个月前 白酒和庙物禅师 因降妖抓鬼的买卖 撞了车 结下了梁子 嗯 不对呀 刚围着柳树转了一圈 白酒就察觉到了不对 只见他一桌牙花子 用右脚尖 点了点地上的泥土 随后蹲下身来 抓了一把土 用手指搓了搓 凑在了鼻尖上 闻了闻 心中暗道 湿度硬度 都和周围不一样了 这块土 有人刚翻过 心念至此 白酒抬手折了一根树枝 蹲在地上 开始挖坑 他想看看 这片新掘开的土下 到底埋了什么 秘密 第六十七集 与此同时 宋义和潘虎晨也感到了挂甲寺 在天王殿里 勘察妙物禅师的死亡现场 宋义在验尸 潘虎晨在天王殿绕了几圈 缓缓弯下了腰 在红漆的柱子上 盯着一个露着木茬的缺口发呆 跟班的卫虾米凑了过来 桃 您看嘛呢 子弹 这地方打过一枚子弹 潘虎晨蹲起了身 眯了眼睛 在地上挪了几步 直直地走到了一尊天王像身边 指着石像上的一抹擦痕 自言自语 差不多了 卫虾米跟着屁股后头问 什么差不多了 潘虎晨没有理他 一弯腰从围漫后头的地砖缝里 抠出了一枚弹头 悠悠地笑了 飞得差不多了 就该落下来了 潘虎晨冲着阳光 仔细打量着弹头 他迈步走到了宋义旁边 宋义一扭头 正看到潘虎晨在喃喃自语 宋义放下了手里的解剖刀 潘局长 这是 这是步枪的子弹弹头 看样式 应该是十一毫米的步枪子弹 多适用于村田式非自动短杆步枪 连接柱子和石像的两道弹痕 向天王殿外延伸 我们连接这两处弹痕 由落点反推击发点 结合步枪的射程 就可以初步圈定射击的位置 应该是在大雄宝殿的乌眼后头 宋义听了潘虎晨这一顿分析 整个人都愣住了 张着嘴呆呆地看着潘虎晨 潘虎晨作了一口烟 云淡风轻地说 我是航武出身 军人熟悉步枪 就像厨子熟悉他的菜刀锅铲一样 只不过厨子学艺步精 顶多被老板痛骂 倘若我们当兵的玩不明白 手里的枪炮 上了战场 就得伸手益处 潘虎晨说完这话 让魏虾米找来了一架梯子 两人一前一后爬上了 大雄宝殿的屋顶 与此同时 在天王殿内的宋义 也发现了一串斜点 宋义跟着那串斜点 一步一步前行 那斜点越来越少 不多时 宋义便走到了挂甲寺的后门 最后一点血迹就消失在了这里 屋顶上的潘虎晨在房脊 周围仔细一看 阳面的泥瓦 有一片略显凌乱 一看就是有人 曾经趴在这里留下的痕迹 魏虾米问 桃 接下来怎么办 潘虎晨搓着搓自己 赠光瓦亮的脑瓜地 这种步枪属于军械 不同于一般的猎枪手冲 这肯定是从鬼市流出来的 虾米 你去市面上打听打听 鬼市上都有谁做这行买卖 魏虾米点头爬下屋顶 转身跑出了寺庙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回来了 冲着正在抽烟的潘虎晨说 头儿 打听出来了 鬼市上卖枪的不少 但卖真家伙的就一份 此人混号 换作冯老鼠 是天津鬼市上有名的通天洒 什么洒 潘虎晨是军人出身 对街面上的江湖话不甚了解 魏虾米是巡警队的老油条 对一些粗浅的春点也略知一二 魏虾米当下赶紧解释 头儿 这在江湖的春点里 通天洒就是大褂的意思 在鬼市上穿大褂 就相当于挂上了收赃消赃的招牌 这冯老鼠的买卖 做得很广 字画 古董 枪械 炮弹 猎犬 骏马 药材 古今中外 什么都收 什么都卖 冯老鼠号枪炮 既爱收集枪械 也爱倒卖枪械 在他手里转圈的枪炮 都是货真价实的军械 消息准确吗 准确啊 头儿 我找的这人是个罐头 每每偷到了好东西 就去逢老鼠那里变现 那个头儿在哪儿 弟兄们给按下了 锁在耗子里了 那个头儿 交代没交代冯老鼠在哪儿 交代了 冯老鼠最近半个月都泡在城南的大赌房 销金窟 走 换衣服 去销金窟 潘虎臣一声令下 十几个巡警麻利的换上了变装 跟着潘虎臣直奔大赌房 销金窟 民国初年 十人九赌 赌博成风 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堪称彼时的第一大公开 天津卫 酒和汇聚 荆姬要道 无论是清朝以老 皇室贵州 还是下野军阀中外政客 都将此地视为退隐之所 以养天年 或者是闲浮静厚 以待天时 这些人在天津广构楼宇 以高级御工的身份 终日吃酒豆排 一致千金 其中有大赌客 例如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张胡 在天津同文俱乐部 推排酒 一晚上输掉六万元 仍然面不改色 谈笑如常 凤系的北京市长周大文 赌掉两座楼房之后仍照赌不误 各地政府的长官表面上禁赌捉赌 暗地里却怂恿下属官吏 雇佣街面上的混混和赌棍开设赌场 这肖金窟就是天津官区 官区勾结支起来的厂子 背后的大老板 手眼通天 故而潘虎臣 虽然身为警察局长 也不敢直接闯进去抓人 只能换上便装 悄悄潜入 深夜的肖金窟 正是赌客们玩的酣畅淋漓的时候 这地方除了麻将 排酒 摇宝 花卉 山票 铺票 十点半 十三张 斗鸡 斗狗 斗蟋蟀 还有西洋的回力球 赛马 彩票 强肠等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玩不到的 在众多玩法里 冯老鼠最喜欢玩的是推排酒 此刻冯老鼠正缩在牌桌的后头 蹲在椅子上 手里捂着两张股票 伸长了脖子 两只小眼睛 一只睁一只闭眼 一边舔着嘴唇 一边向手掌的缝隙里看去 突然一只大手拍在了冯老鼠的肩膀上 冯老鼠吓了一跳 扭头一看 正是潘虎臣 潘 冯老鼠正要叫海 却被潘虎臣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牌 撵开一看 消了 自尊天地人和主 你这排就是个杂七都烂到姥姥家了还玩个屁啊 潘虎臣哗哗啦一声将牌扔在了桌子上算是认输 随后又从兜里掏出了十几枚大羊 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大喝的一声 我做庄没意见吧 众赌徒瞧见了桌上的一小堆大羊 眼睛都直了 连连点头 潘虎臣一拍魏虾米的肩膀指着骨牌说 虾米 你先玩两手 我和他聊点事 说完这话 魏虾米一点头 上了赌桌 第六十八集 潘虎臣一把搂住了冯老鼠的脖子 夹着他的脑袋 给他拖到了厕所里 反手一变 锁上了厕所的门 伸手抓住了冯老鼠的脖子 把他抵在了墙上 冯老鼠眉毛一搭了 拱着手不住的告扰 潘 潘局长 兄弟最近没得罪你啊 冯老鼠是吧 我最近很烦 焦头烂额 金钟河老泥滩挖出了一堆死人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你知道 潘局长 您明见真不是我杀的 我知道不是你杀的 那您这是 我的意思是说 老泥滩里的死人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哎呦别 而且潘局长 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我没得罪您呢 我知道你在卖枪 听好了 我只问你一遍 春田是非自动短杆步枪 在你手里一共过了几支 都卖给了谁了 春田我没有卖过呀 你娘的 潘虎尘一把揪住了冯老鼠的头发 咣当一声就撞在了墙上 冯老鼠的脑门上当时就见了血了 潘虎尘一声爆喝 卖给谁了 我没 冯老鼠的脑袋再次撞在了墙上 这一次直接撞断了鼻梁 潘虎尘一声宁笑 看着冯老鼠的眼睛很生疏道 我知道你冯老鼠是滚刀肉 舍得了一身寡 可是你别忘了 你在陈家钩子还有个相好呢 听说那娘们给你养了个儿子 今年八岁了吧 冯老鼠听闻此言 猛的一声大叫 拼命的挣扎 一边告扰一边吼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你别动我儿子 潘虎尘一脚踹在了冯老鼠的膝盖窝上 然后将他按在了地上 冯老鼠 我告诉你 最近城里命案特别多 宋市长说了 我要破不了案就撤了我的职 万一老子乌杀梦没了 你死一万次都难解我心头之痕 冯老鼠猛的打了一个哆嗦 嘴里吐出了两个字 白酒 谁 潘虎尘下意识的一愣 白酒 龙王庙的白酒 我就卖过一只村田市 买主就是白酒 他买步枪做什么 杀人呗 卖枪那天他喝醉了 他说半个月前大有洋行 郭老板的三姨太 因为和二姨太争风吃醋 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郭老板找白酒给三姨太 整理好了衣容 躺进了棺材 可谁想这三姨太人死了 魂魄却不消停 搞得郭老板家天天晚上闹鬼 夜夜有人拍门 可郭老板一开门却又空无一人 这时有人说 这龙王庙的白酒游手 施成前朝老武座 除了整理尸体之外 还会审师招魂 入梦寻冤 最懂降妖捉鬼 于是郭老板请了白酒上门 做法事 驱散三姨太的冤魂 郭老板怕这白酒年轻 法力不够 于是还专程请了挂甲寺的高僧 妙物禅师来家里诵经超度 半个月前 大有洋行郭老板府上白酒一身明黄色的盗袍在灵堂前摆了法坛一座 白酒打了一个宝格 搓了搓喝得通红的脸颊 白酒嘟囔了一句 刚才吃的太饱了 腰带都扎不紧了 说着 拎起了桃木剑 站到了法台边上 白酒一声爆喝 郭老板 看我为你收了这恶鬼 说着 他从供桌上拎起了一张紫色的符纸 并指如箭 念念有词 弟子白酒 拜请中方吴鬼姚碧松 北方吴鬼林姓忠 西方吴鬼蔡子良 南方吴鬼张紫桂 东方吴鬼陈桂仙 速收阴兵阴将归法坛 恶鬼三一太 还不先行 砰的一声 白酒五指一扬 重重地拍在了那张紫色的符纸上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白酒手掌碰到了符纸的一瞬间 那纸上刷得出现了一支鲜红的斜手印 郭老板一声惨叫 鬼呀 说着坐在了地上 鼻梁上的金丝眼睛都摔掉了 头上抹了油的分头 被汗一尽 搭着在额头前面打着柳 白酒面上正气的颜 心中早已经笑开了花了 财上这点小菜就给唬住了 活该酒爷今天裁员广进 这符纸上突显斜手印 乃是江湖上惯用的一大片术 机关就在那符纸上 这张紫色符纸看似平平无奇 石则早就被白酒做了手脚 明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中记录了一种植物 石儒 也叫石蕊 书上说 石儒有生金润喉解热化碳之功效 石儒碾成粉泡水 浸自绿纸 暴晒晾干 会将纸张染成紫色 这种紫色的纸张 欲酸变红 欲碱变蓝 白酒那张紫色的符纸 就是依照此法之称 白酒的手上 在做法前浸满了白粗 发力一拍 将白粗拍在了符纸上 符纸上的石儒 欲酸变红 自然而然的就显出了一支鲜红的斜手印 郭老板不识根底 被那斜手印吓得一身冷汗 不住的哆嗦 白酒一皱眉头 故作为难的说道 郭老板 此鬼乃是蒙冤横死 不好收拾啊 白先生 明白 规矩我懂 郭老板从兜里摸出了一捧大洋 用手绢包好 塞进了白酒的袖子里 白酒一声长叹 将大洋收好色声地说 郭老板 自古人规不两立 三意太扰乱阴阳 我被自当挺身而出 协谷 且看我的神通 天清地灵 兵随印转 将逐令刑 考图山脉之火 伏飞门射之光 玄武人君 积极如律令 饿鬼 巨来 白酒一声爆喝 用陶木剑挑穿了一张硕大的黄纸 迎风一晃 在香烛上烧成了浮鬼 搅在了水碗之中一口喝下 然后反手脱下了身上的道袍 挑在了法坛之上 扑的一声 白酒一口浮水喷出 那明黄色的道袍上 竟然缓缓浮现出了一个 穿着旗袍的女人 背影阑珊 扭头微笑 那眉眼妖枝依稀 正是三姨态 是她 是她 就是她 白酒这一手也是障眼法 三姨态入棺材的时候 白酒见过尸体 故而知道三姨态的样貌体态 回到龙王庙之后 白酒用土豆打成粉 混在水里 用毛笔在道袍的家层里面画了一张三姨态的全身像 刚才那口浮水里混了不少面茧 白酒一口水喷到了衣服上 面茧水浸透了丝制的道袍 落在了里面的家层里 土豆粉欲剪面 变蓝发黑 三鱼态的画像就朦朦胧胧的呈现了出来 乍一看 就像是被锁进了道袍之中 第六十九集 郭老板躲在白酒的身后 一边哆嗦 一边歇死底里的大喊 白先生 快杀了他 白酒一声长叹 指着道袍里三姨态的身影 对郭老板说 郭老板 这三姨态刚刚对我说 他不是上吊自杀 而是被人勒死的呀 倘若他真是含冤而死 我不问青红皂白的 就给他打得魂飞魄散 可是要遭因果的 会折瘦的 白酒这句话乃是诈术 根本就没有什么三姨态的鬼魂和他说话 白酒之所以说三姨态是被人勒死的 乃是白酒咽尸的时候 发现三姨态颈下 有一身一钳两道勒痕 从而推断出了三姨态 是被人勒死之后 挂到房梁上去的 他再一摸三姨态的肚子 白酒发现三姨态死前已经怀了身孕 郭老板据说年初去了湖北盘仗 大半年都没有回家了 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三姨态的外面有了相好 郭老板恼羞成怒痛下杀手 可是郭老板不知道白酒厌尸手段的厉害 真的以为是三姨态的鬼魂在和白酒说话 郭老板哑着嗓子问 他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 他是因为在外面有了相好的 事情露了馅儿被 别说了 郭老板一声大喝 指着道跑吼道 鬼话 这是货真假实的鬼话 鬼话怎么能信呢 白先生 杀了他 我给你加钱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啊 这弄不好要折瘦啊 郭老板一咬牙 从袖子里掏出了两根金条 直接就拍到了白酒的手心里 够不够 够了 哎呀 算了 正邪不两立 瘦数这个东西不重要 折就折吧 看我给您油炸的这只恶鬼 白酒一声大喝 用陶木剑挑起了道袍 把道袍缠在了早已经扎好的一个肘长的稻草人上 并用钢针封住了稻草人的蹊跷 天使真真 护我身旁 斩要灭精 诛杀恶鬼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庄家一枝花 全靠积极如律令 哇呀 白酒摇头晃脑 念了一大串咒语 原地一跳 将陶木剑反手插在了地上 撸起了两只袖子 左手抓住右腕 右手抓草人 脚踩七星路 跳到了早已经治好的油锅之前 按着那稻草人的脑袋 连着半条胳膊 浸到了沸腾的油锅里 在场众人看到白酒赤手下油锅 全都愣住了 焦头接耳地赞道 这线上油法力呀 过了三五个呼吸的光景 白酒缓缓地睁开了眼 用木盖盖上了油锅 在木盖上贴了一道符咒 一边收摊一边说 郭老板 三姨太的恶鬼 已经被我困在了这油锅当中 但是这三姨太死的那天 乃是阴年阴月阴日 再加上三姨太花儿一般的年纪 突然横死 所以怨气极大 一时半会儿还炸不死他 我必须将这油锅带回龙王庙 炸上七七四十九天 才能将三姨太的魂魄 彻底炸得魂飞魄散 少了一日都将前功尽弃 三姨太一旦脱困 肯定还得回到您这儿 郭老板咽了一口唾沫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从袖子里又掏出了两根金条 可怜巴巴的说 白先生 我懂 这四十九天劳烦您多费心 一定要 郭老板手里的金条 刚要递到白酒手里 鞋刺里突然走来了一个白眉青渠的老僧 那老僧一把挡住了郭老板的手 郭施主 且慢 妙悟禅师 您 原来这老僧 就是挂甲寺的主持高僧 妙悟禅师 妙悟禅师 双手合十 看着白酒低声地说 阿弥陀佛 这位朋友 可否借一步说话 白酒看了一眼 郭老板手里的金条 又看了看妙悟禅师 一皱眉头 满脸不耐烦地说 我赶时间 很忙的 有什么话你快着点 妙悟点了点头 将白酒拉到了一旁的僻静处 沉声说道 白先生吃的就是这碗江湖饭 按理来说老那不该多管闲事 可是水满则意 月赢则亏 凡事都得有个度 白先生今日仗着一手江湖骗术 已经从郭老板手里得了不少钱财 实在不应该再狮子大张口了 白酒舔了舔嘴唇 跟着脖子骂道 好你个老秃驴 老子又没要你的钱 郭老板一心向佛 许诺要重塑挂甲寺的佛祖金身 老那实在不愿意看到 这等良善人家 受你坑骗 白先生还是见好就收 就此巴掌吧 良善人家 他 你知不知道 他那三姨太 白酒画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毕竟白酒只想赚钱 不想绞尽人命官司 但此刻被妙物逼问 又不好弱的气势 只能强撑着气势 跟着脖子说 我若不把手呢 妙物禅师见白酒 欲言又止 接着说 白先生在郭府门上 偷着摸了黄膳血 吸引蝙蝠撞击 制造鬼拍门的骗局 你刚才伸手下油锅 那锅里根本就不是滚油 而是混了棚杀 温度稍微高一点 便会显现出沸腾的假象 白酒赶紧制止了妙物禅师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妙物禅师 何时双手 微笑不语 你厉害 你行 老和人 你记住了 咱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你早晚死在你这张嘴上 白酒咬了牙 骂了一句 刚要离开 却被妙物禅师拦住 指了指 白酒怀里的锅 行行行 给你 白酒将手里的油锅 递给了妙物禅师 气呼呼地夺门而出 妙物禅师抱着油锅 走到郭老板的身前 微微笑着 魂飞魄散 太伤殷德 老纳且带这只孤魂 回到挂甲寺 以佛法化去利器 早些送他 投胎往生 有老大师 这两根金条 郭老板正要递上银钱 却见妙物禅师 微微一笑 推开了郭老板的手 飘然而去 冯老鼠讲完了这段故事 喘了一口粗气 对潘虎晨说 就这样 妙物禅师 搅了白酒的生意 街面上的人都传 说这妙物禅师的法力 更胜白酒 而且降妖伏魔 还不收银钱 再加上妙物禅师 曾经还封印了 娑婆鬼术 一时间 妙物禅师名声大噪 白酒被人家砸了饭碗 折了面子 怒火攻心找我买枪